主五花肉800克左右 将肉皮朝下放入锅中 开中小火 将猪皮烙至金黄色 再一步是为了破坏猪肉的焊腺 减少肉的清味 火烤完之后 将肉放在水空里清洗干净 准备大葱10克 切断 生姜10克 切片备用 另准备八角2克 锅内倒入适量清水 把五花肉冷水炸锅 这一步也是为了去除肉中的血水和异味 把备好的大葱姜 发酵等炸锅 再加入10盐5克 开大火煮开 打去表面的浮沫 再盖上锅盖开中火煮40分钟左右 煎起锅盖后 可用筷子擦一下猪肉 如果筷子很轻易擦入 就可以把肉捞出 用清水冲洗干净 把猪肉切成2.5厘米左右 装盆备用 锅中加入冷水 再次将五花肉下锅 炸火煮开 把五花肉捞出 再一步的目的是 为了特别去除肉中的意味和杂质 蒸姜5克切片 大葱10克切断 准备 准备姜叶2克 八角2克 桂皮2克 红干椒5克 再准备冰糖50克备用 准备油菜4克切开备用 将油菜焯水 摆盘备用 锅内烧油 在油温升至五成热 倒入五花肉 开中小火 将五花肉炸2分钟左右 在五花肉炸至金黄色后 倒出五花肉控油 锅内加一点底油 加入冰糖 开小火快速搅动 慢慢把冰糖融化 在糖汁变成焦糖色时 加入一勺冷水 将糖色盛出备用 锅内烧油加入葱姜 煎香之后 再倒入备好的姜叶 红干椒 八角 桂皮等土料 炒香后加入辣妹子一勺 豆瓣酱一勺 炒出红油后 将五花肉入锅继续翻炒 倒入准备好的糖色 倒入小拌罐啤酒 再加入适量清水 清水以沫过五花肉为准 再加入冬菇酱油20克 胡椒粉3克 食盐5克 鸡粉10克 白糖5克 然后盖上锅盖 焦火煮45分钟 45分钟后 将炖好的五花肉摆入盘中 去掉摊渣 10克水淀粉勾芡 将汤汁浇到肉上 美味的毛湿红烧肉就制作完成了 技术总结 1.猪肉烙皮这一步很关键 否则会留下猪肉腥味 2.五花肉切块时 保护要适中 以免肉块不入味 或者炸肉时炸透 影响口感 3.炸五花肉过程中 油温不易过高 热油微微冒烟即可 4.炒糖色的时候 不要直接加入五花肉翻炒 以免温度过高 黄色八苦 平常口感 观看中餐食谱 2.1 3